東北大學國舉辦的所有被全球高中時評論級高賽 我是本堂主席林漢 首先介紹本堂比賽的編題 本堂比賽的編題為我國籍會由行英費輸續各自 接下來介紹本堂比賽的裁判 主席出手幫助是成功大學人成立新推薦 主席出手幫助是東武大學的張乃剛學長 各位好 主席出手幫助是師範大學的黃出去學姐 各位好 主席出手幫電視 正好由台中一共擔任 正好彥 詹晴彥 正好二編 蔡依安 各位好 正好三編 溫彥哲 各位好 正好正好正好二編擔任 反方由前鎮東擔任 反方一編 郭家園 郭家園 反方編 郭敬傑 大家好 反方三編 郭家園 各位好 請問我好二編擔任 反方比賽 凱鑫是奧瑞剛四次自治 也就是勝論詢詢誰便跟資本版中 本期一加分30秒才按影響情示範 3分594分準時都按影響情示範 4分282930秒才按影響情示範 謝時請還能便是停止發言 現在請送到傑邊至台前 錯邊決定傑邊順序 дан故要轉方線 氣引擎 答案 包 stamped結果由反方企定過節 比賽即將開始 請大家伍場觀眾 將手機挑検成正動作字區 裡面打包數比賽大支出 本來 total比賽些決獲聲 本期暫時宣佈 以再三個理想後一分鐘後 正式開始 熟成 各位好,國台今年來已經簽署了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及社會經濟文化的權力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 而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第21條提到,和平集會之權力,因與缺人,除以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平,公共安平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公化,或保障他人權力自由所必要之外,不得限制這種權力之行使 換言之,性況下我國的集會遊行法中許可制,就是透過主管機關保留事件審查的權力去限制人民集會遊行權的行使 所以在內政部不符合兩公約且未完成修法執法律案辦理執行中指出即會遊行法,在第九條許可制違反兩公約,應該改為報備制,並送交立院審議 在此大家可能會有一個疑惑,兩公約是國際法不遵守好像不會怎麼樣 可是讓我方要來真心的概念,根據我國內法,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及社會維持文化權力國際公約施行法中第八條明定 各級政府機關因應兩公約之規定內容,檢討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法律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合兩公約之規定者 因於本法施行後兩年內,完成法律制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換言之兩公約雖然是國內法,但我國已經將之內法化,成為與我國其他法律具有同等效率的條文 並與施行法第八條要求若與其他法律之衝突,因與本法施行後兩年內完成法律的修正或廢除 總結來說兩公約經內國法化,並規定極有法的許可制應於實現內改正,若他方不遵守就是沒有抵法行政 進退步來說,就算許可制沒有違抗信有法令,我方也認為五國集會遊行法已經背除許可制 集會遊行是憲法法上的基本自由權,但許可制卻讓政府有濫權的空間 在大法官四字七八,以正當法官指不分不同意見書中提起 當集會遊行的目的內容,跟訴求嚴重挑戰當權者,意識形態或政治利益的紅線的時候 平時備而不用的許可制,以事件可以成為揮舞的大道,而殺機可以用的牛刀不止法 民眾對於2008年11月陳雲林事件就留下深刻的地下,而在現實中也確實發生警察濫權的故事 讓我們來看看這份案例,他說台南縣政府被控違憲違法 他原本2月7號核准一個團體在本會進行集會遊行,但在2月9號之後卻斷然補絕他 再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這原本是中油公司的員工的權利受到公司的侵害 他們上街去申請遊行,一開始他沒有通過,但是後來經過媒體的報導之後 政府才把警察機關才改為通過 在這幾個例子裡面都可以看到說,政府的機關在審核的過程中並沒有一定的標準 因此啊,回到之前大法官718事件文中提到說 這樣子可能會讓政府擁有可以侵害民眾集會遊行的自由 他說許可置其身提供了警察機關解釋模糊條文 像是違反式、社會秩序等等,來掩飾背後真正的意義 表面上冠冕逃皇說是依法行政,實際上卻是排除異己的手段 所以為了避免人民的集會自由受到的形態,我方認為已經廢除選擇 再來說明我方制度,我方採取強勢報備制 人民必須於六日前向政府報備,因為有事前報備制 政府同樣有時間調配警力,保障人民上街集會遊行的權利 第二,我方將原本的路權申請以許可制合併改為報備制 使民眾集會遊行時更為方便,也可以確保集會遊行順利進行 眾上所述,我方認為為了保護我國國民的集會遊行自由權 我方政府應該將許可制改為強制報備制,以求我國機會遊行更上一層樓 更趨勁於人民心目中的民主社會,謝謝 對方便宜,你是要採取的制度是要由需可制改成強制報備制嗎? 是 那麼請問一下對方便宜,除了改成強制報備制之外 只有法還有其他的改變嗎? 還有改其他的自由法內? 還是只有改變? 對方便宜,我方的制度下,他的修正討案要廢除的條文 就依照這個行政院依照內政部提出的那一份修正條文 就是這一份條文,這一份資料是告訴他說 內政部提出集會遊行法第九條應該要被除 就是許可制 不是,他說他是提交行政院匡定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符合兩公約的規定內容,也就是確保民眾不會 民眾有集會遊行權力不會受到刑罕 換而言之,就是把申請是改為報備制 就是要在遊行政院,然後之後 現在是,你現在是想要把它改成強制報備制 然後之後的一些比較西部的規定是之後在遊行 行政院的內政部再議員規定是嗎? 是,這樣沒錯 那麼請問對方便,就是因為我們 我剛現在有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如果我們現在對方便,你現在就是 現在一切的問題都是要等到一些 就是我們發現有許多安全性上面的問題是 有些都是需要有真正的那些真正下面的制度 而不是民眾只提出來說 行政院之後會西部外改革來做 因為有些制度,因為有些安全性的問題是 制度真正完全形成好之後才會提出來了 所以如果對方便,你現在就只是提出來了說 就是行政院的一些修正,修正指題 或是政院的上面的修正檔案 我剛可能會有一些安全上的難度 好,是,如果對方便有認為有安全上的疑慮的話 我方很願意跟對方便討論 所以先請對方便提出哪個部分有安全上的疑慮 好,那關於強勢報備制 我方有一個疑問就是在於說 關於安全性上面的問題就是 對方便有如果您 您現在是 如果我們改成強勢報備制 如果我幫這邊 就是一些提出來的申請書上面的東西 然後沒有填寫完 像是遊行的人數啊,攜帶的東西等等 那臨場對方便有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改成強勢報備制的話 有沒有,強勢報備是就沒有口訣的問題 他填了就是填了,填了就是過 沒有生氣與否的問題 所以如果我方現在的情況下是 如果我沒有填寫有些 沒有填寫上面有些怪怪的地方的話 對方便喔,您幫是不是 沒辦法把他拖了去 叫他填寫得清楚一點 因為就像對方便有問題 我們想想喔,我們今天強勢報備 就是要跟他完整的報備好 我們要集會有些 所以民眾的責任是 我跟他報備,所以我上街 我如果沒有好好跟他報備 所以我不能上街 所以這沒有申請核准或否定的這些問題 所以對方便有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現在 就是說 他是一定要填寫完畢 所以對方才會正式授權 就是真正有坦能進 如果他一定要填寫完畢 最殘忍進到民方的報備 是這個影響嗎 是啊 表格沒有填好 他就是沒有完成報備這個過程 所以對方便 如果要完成報備這個過程 我的表格就要填得好好的 所以表格一定要填好 不是 好,那還有一些問題就是 民方剛剛所說的那個 民方還有什麼問題需要補充的嗎 嗯 沒有 因為我方剛剛在一面神論的前半 我有提到 現況下裸准的施行 兩中約施行法 兩中約施行法 請問一下就是在幾年簽定 就是裸准的時候 把他弄到你的法律感 沒有 我方認 而我方記得大概是在 約聚在民國98年的時候 所以現況下 行政集團早就該把許可制廢掉了 其實他還沒有廢 但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等於說現況下的許可制期 其實是在違法行政 所以如果 當朋友想要改變這個違法行政 想要再 想要去實行許可制的話 就要承擔違法行政的貢獻 不是 我方現在無法保證 可能會有些許可制廢 那沒有 我們可以看這一份 這一份他說 他說 各級政府機關 應該要依照公約規定之內容 去修改他的行政命令 我們的法令 然後另外一份資料 好 對 然後這件事情發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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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各位 憲法第14條中 規定人民有機會之自由 依在保障人民以集體行動之方式和平的表達自由 憲法第23條也規定說 除非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者必要者外 不得於法律限制之 因此集會遊行的自由應付以妨礙他人自由 或妨礙社會秩序的前提 而根據四字四四五對於不予許可知 不予許可知表現立即而明顯的危害 所謂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就是指危險影響極大 並且顯而易見一目了然 也就是說只要做出此行為 我們幾乎就等同於可以立即接受他會帶來的死害 因此此相行為稱為立即而且明顯的 所以我們該阻止的不是死害的結果 而是造成此相結果的行為 舉例來說 刑法公共危險罪當中的縱火、絕水、酒駕、劫機等行為 也是因為此行為會帶來立即而明顯的危害 因此即使他們還並沒有造成危害 我們也應該要加以避法去限制 從例如集會遊行在申請時 他們明顯而立即危害時 政府就應該加以去禁止 更何況一群人為了相同的目的結社時 社會秩序會承擔的風險 遠大於一個個人行為所造成的事件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的措施論文指出 對研究生後文文的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的措施論文指出 就是在研究群眾心理的選區的學者表述提出的感染理論 認為由於群眾情緒互相感染 即使精神及行動上面趨於一致 另外一份在另外一份同樣是政治大學的論文中 今天我們打個謎方 今天要你一個人在街上跳舞 你或許不敢 因為你是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 所以大家關注的都會在你身上 而匿名性 當眾多人在街上跳舞的時候 你可能就願意去想 就敢這麼做 因為匿名性 藏在眾多人當中 別人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你敢這麼做 而暗示性是指就是會有 因為別人的言論行為 引起你的無條件的去迅速的接受 然後感染性 可是群眾每個人的觀念想法都具有高度的感染性 就像疾病傳染一般 很快的一個人會傳播到另外一個人 然後尤其是當群眾成員感受到強烈的暗示性時 這種情感及行為的感染性結果 將會達到使個人名為群眾體體而犧牲個人自我利益的程度 然後 舉例來說 某個遊行他意圖以臥軌的方式表達其言論 可能會違反了公共危險罪 造成明顯的利己的危害 假如今天警方透過線報或是其他管道得取到了明顯的事證 我們就可賦予他們的許可阻止這種危害的發生 而這次警在報備制這方制度上所做不到的 而對方便有剛剛有提到說警察機關濫權的問題 但在情況下而言 警方必須檢舉與核准有明顯事實 所以認為造成國家社會或是個人法律的重大侵犯 否則根據集會遊行法第十一條 警察機關仍無法對於遊行不予核准 就算警察機關因為一時的疏忽而誤害 情況也有行政訴訟的救濟管道 原諒這些人為自己的自由再去發聲 周章所述 我方認為集會遊行自由必須基於維護社會技術為前提 而我方比起正方能做更好的社會 維護社會技術 請台上邊是民主法言 請正方單邊上台指訊 請正方 請我們請禁止 請禁止 請示 剛剛告訴我說在你幫可以掌握資訊的情況之下 你幫可以判斷出有地極且明顯危險 然後你幫可以事先去制止對不對 對 剛剛你幫第二告訴我說由於有這個感染理論 所以說群眾聚在一起的時候情緒很容易激動 然後就直接暴露自己等 是因為雖然心理研究學者有指出說 其他群體會有以下說會有匿名性暗示性跟感染性 所以我要覺得就是在群眾的 實際上沒有方兩件 好 請問您幫第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我們申請機會有所要申請的表格 請您幫告訴我說在哪一個格內可以看出 他的行為可能會有明顯的危險 剛剛我幫你也有解析過 請您幫現在直接指出來告訴我哪一個好不好 我剛剛有說 他不會或許不會 將他會有明顯的力竭回來填在表格上面 但是剛剛我剛剛有想到說 我會緊張可能會接受到那個線報嗎 可能會有一些 第一個先確認一點 我們雙方註冊填寫的表格是一樣的 所以您幫可以獲得資訊 我方也可以獲得 對不對 這樣沒有 是 所以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雙方可以獲得一樣的資訊 您幫評審可以告訴我說 您幫可以看出 立體很明顯 我方就看不出來 這樣沒有 您幫才是報位置 所以只要我方 持體書填寫 交給您方的審查機關以後 時間通過嗎 可是我方會有許可是不是 就算 今天假設好了 今天有個團體 他們今天在申請書上 在立方審查的申請書上面寫說 他們今天要去火車站進座抗議 可是我方還在審 我方還在審查過程 並還沒有通過 還並不會許可 可是這時候警方已經接到線報說 這些人有可能會在當天 意圖有過鬼的行為 去表達他們的言論訴求 那我方是不是就可以 是誰做防堵嗎 雖然他們還沒有做 可是他們已經有 假設說他們已經 假設他們已經有去規劃 來 交給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您方一直說 你接到這個線報的時候 你就直接否決了 沒有 並不是我接到線報 我接到線報 我會去查 所以你方並沒有否決對不對 你會去查 那對方不是說 你查到說你會去否決嗎 你方還是到線報之後 才可以去抓他們的狀病嗎 一旦我們接到線報 有去查證 發現說會有這種 預備犯 就是他們已經可以規劃路線 準備好時間點 什麼 要預備的動作的話 我方就會去把他的許可 是不是否決掉 所以你方會去把他的許可 不給他許可 不給他許可 但是我們想一下 在我方想 是不是我方可以接到這個線報 對不對 是嗎 我方可以接到這個線報 是不是 不要不要 你可以接到一個像 對對對 好我先去 我方可以接到線報 所以說我方可以事前 就知道這個事情 我就太緊力過去 如果他們翻譯 我馬上把他們抓起來 對不對很可疑 可是你們做的情況 是等到他們已經規劃了以後 你們才會去線報 所以我馬上規劃的時候 我還沒被火車抓起來 我就把他抓起來 如果他今天的狀況 是得到火車 他才扣去規劃呢 對不對 這非常的荒謬 如果 你以為說他們要規劃 他們一定要先下火車聚集 如果說我接過這個線報 我早就已經再買 好 我們就換下一個問題 對不對 你剛剛告訴我說 這個 他們警察就要在 他採張權的時候 需要具有一個明確的證據 對不對 是 那如果說我今天 席子我的強權 然後我被 有明確證據 違法他 會搜到什麼出發嗎 例如說我剛剛舉個方養寧的例子 他 永久否決公投蒙上界權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違法性的 對 您的意思是說 方養寧永久否決公投蒙上界權 其實這是一個很明確的證據違法的新聞 是不是 其實違法 對 剛剛我問您方說 他做這個違法的裁量權之後 他有沒有受到任何的處罰 剛剛 他今天 剛剛有時候 我剛剛只是想告訴您方說 就算他裁量權是一步 他還是不會受到處罰 所以說我今天如果不會受到處罰 我是不是很容易去濫用這個裁量權 因為我做的時候完全沒有任何責任 好 剛剛您有提到方養寧的這個例子 是 他今天所說 他藥可公投蒙說 他們將永久不再給他任何許可 許可 對方這件事是違法的事 他並沒有實施 對 就是因為他是違法 是因為違法的事 所以他們才沒有去實施 對方我再換下一個 您方告訴我說 剛才您方提到有個訴訟的灌動 對方您方知道 您方知不知道說 要進行的行政速度 必須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 才可以到達幾步 要告別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正在二面上台這邊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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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糖 各位好,首先在進入今天的戰場之前,國防還是想再次澄清一件事 今天兩公約已經放內化國內法成為兩公約的實行使者,也就是它是我們一條國內法律 第八條也一定告訴我們說,只要其他的法律有抵觸持兩公約,就得在兩年內改進 而今天內政部他們自己做出的檢討,也告訴我們大家說,今天許可制是違反這兩公約,應在近期內修正 只是現在還卡在立法院當中,還無法進展而已 所以,我方想告訴反方的是,今天為什麼禮方可以容忍一個違法行政狀況下存在 我方舉個意思好了,今天在大法院當中,有症候就是因為違法行政 自己的拆除掉人家的無理,人家辛辛苦苦三十年的,心血就這樣被破壞了 就是違法行政可能對人民造成的傷害 好,那進入今天的戰場 今天反方一開始上一集問我們,就告訴大家說,今天許可制可以透過事前的得到資料 來進一步進行這個投局的動作 那我們先確認一點,今天我們採行的是強制報廢制 也就是說,今天雙方在事前可以獲得的資訊是一樣的 而今天,剛剛朋友有告訴我們說,好啊,那今天許可制我可以 至少可以透過一個事情的禁止嗎? 但是我方想說的是,今天你透過這些事情的資訊 你不一定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有可能會造成你的誤判 而我方今天就算拿到強制這些資訊的時候,至少可以加派警令在他的 在這些集會附近來進行鋪排 譬如說,林方譬如說,可能有人要接到新邦要握鬼 那我方的警察也可以加派警令,在附近至少維護 只要他一有這個舉動,一有這個判斷,馬上就馬上取立 以社會資訊違法或者公共危險罪來進行取立 也就是說,今天我方的制度下,也是可以做到這樣維護社會秩序的效果 那我方今天也說了,今天在濫權的部分警察 他只要做對這個驅離的動作,使用這個破決權 破決條說,可能今天要抗議政府的極有 那只要做對銀河長官,他就有可能升官,被捧上天 那如果他做錯呢,他做錯了還不一定會被罰 就算他被罰了,他可以說什麼,我只是在行使我的裁量權 也就是說,今天他做對了,有這個利益 但做錯了卻沒有被罰,行動都沒有這樣的利益 這樣的選項,林方會選擇去保護人民,不會吧? 所以這是警察上結構性的問題 就算林方透過,不管是如何修法 或者不管是如何加重這種懲罰 林方還是沒法解決這個問題 好,那再來 林方又告訴我,我方說 今天再爛用權的時候,可以透過後續的行政訴訟 行政,或者是跟上級機關來聽的這個疏遠 但是對嗎?請想想 今天你打一個行政訴訟 今天你打一個疏遠,需不需要花時間 總要花幾天吧? 甚至你打一個法案,都要花上幾個月了 今天我們能不能上去有請 譬如說我們要抗議服帽 今天等疏遠過了,這個議題都 這個議題的熱潮都過了 那我請問一下,我們集會有請,還有人要去聽嗎? 今天我們湊落這個議題的實效性 也就是說,今天就算有訴願 有行政訴訟,但是議題能有其實效性 所以就算最後,我們先不討論有沒有成功 好,就算成功好了 那議題的實效性也過了 所以說今天行政訴訟或者是 這個行政訴訟或者是疏遠 還是沒辦法彌補這個非濫權的使用 那退伍來講好了,我方改成強制報備資 為什麼,既然我們知道有這個可能性 為什麼我們還要去把這個審核權給予這個刑牌器官呢? 今天我方採取強制報備資 甚至節省後面行政的成分 根本不會有這種濫權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這方的置物下 在這方的置物下,他們必須承受這個濫用風險 我方也舉出了例子 譬如說,中國使用的勞工 因為他們年度獎金招刪減 所以他們決定要上街遊行 但是他們的入選過關了 而上街遊行,卻沒有過 但是經過媒體的施壓、媒體的報導之後 卻又過了官標,名方可以告訴我嗎? 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定點、同一群人 但是經過媒體報導後,結果卻不一樣 官標,名方可以告訴我 這執法標準到底在哪裡 名方可以告訴我,到底真的不會有大用情形嗎? 好,那回到今天總結 今天我方才請強制報備制 不會有大用的可能 也不會有違法行政的成本 在公共事序上也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為什麼我們不要改為強制報備制呢? 我成功導致,謝謝大家 十年許可動三便,上台持續 都沒有您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剛剛您方有提到行政注重 您方知道在現行集會 現行的集會遊行法當 現行集會遊行法裡面有提到一個申付的這個程序 是 申付這個程序頂多兩天,兩天就會下來 那您方在六天前就必須申請 那六天的時間是兩天的時間比 六天的時間比兩天還更重要 不管時間長久,撐不住要兩天 但是我方可以強制報備制 用廢除這個濫用的可能 為什麼我們要先給他有個濫用的可能 然後濫用的我們再來給他其他管道來救濟 為什麼我們不要直接強制報備制 避免掉這個濫用的可能 但是在我方,我方的前提之下就是安全 那既然我們要採在... 通常您方有沒有認出今天許可制 真的可以多一些安全上的效果嗎? 但是我方必須基於一個安全的理由 基於一個安全的理由底下 我們必須先去看他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是啊,但是強制報備制也能做到 這您不知道強制報備制底下 到底該怎麼做到 您方剛剛舉出那麼多例子 但是您方沒有辦法完全去認證 他到底會怎樣是安全的 沒有,我方剛剛也說 今天許可制事前可以得到資訊 強制報備制可以 強制報備制只是減少這個我覺得手段 但至少他還是可以來加快體力 等到說這些機會沒有可能要違法 等到社會制訊 馬上就來取理他 這樣的效果您方認為難道做不到嗎? 但是在您方,您方必須以現行判下來代表嗎? 是 但是在我方,我方只要他們沒有通過 他們只要直接在那裡請問 他們就是非法集合 我方就可以立刻進行代表 並不會讓他們到時候導致可能會有一些人員傷亡 或者是一些公共危險的問題 都沒有我方也說 如果今天你給他一個審核 你透過事件判到來補絕他 那這樣就可能產生一個誤判的可能性 那至少我們等他真的做出來 或者是真的有這個舉動 我們還能來抓到他 我方不認為說 今天在他有意圖做出的舉動 我們再來取理他 會造成什麼樣的動亂 那在您方有沒有想過 例如說在公國 我剛剛有舉到一個公共危險罪 公共危險罪裡面有一個是縱火 那縱火我們來看縱火這個例子 縱火在刑法第187條裡面有提到 他預備犯罪已經有罰了 那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我方預備犯罪已經可以 預備犯罪是什麼 他要把汽油彈套出來 不是 他已經做出這個想法 他不但做出這個想法 他也已經有要件 他的預備要件已經成立了 是 那既然他要利用這個 那不是我們可以利用公共危險 來把他逮捕嗎 那在我方的情況底下 我方他不但會被公共危險罪 他不但會被處於公共危險罪 他甚至會被機會遊行罰 那既然公共危險罪都可以做到 那為什麼要來適合這個摩訣權 那至少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我方可以先把他的安全 先定到一定的標準 不會讓其他人會有安全上的疑慮 他的疑慮都不會有 他們至少會是安全的 我方也說今天 既然利用公共危險罪 就可以事前取締他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多許可 在憲法裡面有提到 憲刑犯才可以代表 東美容刑犯是存在一種預防性擠壓 是 所以還是可以透過那種預防性擠壓 提前來把它擠壓 來把它收壓 或者是取締他 那他原本是已經做出這個想法 就像我都說 預防性擠壓了 也就是說在他有這個意圖之前 我們就可以透過預防性擠壓 來把它擠壓住 讓取締他 讓他不要做出這個傷害 這個公共危險的事情 好那我們進行下一個寶 那您剛剛有提到 那個 您剛剛有提到幾份資料 可以檢證一下嗎 剛剛有提到幾份資料 您剛剛有做一個就是 就是 他們申請動權 然後後來經過媒體報導 之後他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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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幫你慢慢找 我問一下 您剛剛有提到的違法行政 您幫舉出一個把別人房子拆掉的意思 是 那您幫我想過嗎 那個是在都根的 他們是在都根的這個 那個條例現在進行 我剛剛只是想告訴大家說 今天一个政府违法行政可能会在那边倒成杀害 但是您刚刚举出这个例子 他现在并不是违法 他在进行的那个当下他仍然不是违法 所以您刚刚举出的这个例子 他其实是不能在今天的面积下使用的 他当时在都更的时候 他仍然有都更的这个条例去进行 所以他 谢谢张票 请反而变上台成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适合 认出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郑芳其实有一点 他们在之前的论述上面有一些错误 就是他们所说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先签订了两公约 而在两公约的情况下 他们形容 我方政府并没有立即的修改退休息法 但是其实并不然 在四字七一八当中 其实早在九条人口他们签订 他们在九十八年的时候签订两公约的时候 而我们现在民国第一百零三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根据四字七一八来更改我们的机会有行法了 而在四字七一八 第103年更改中的四字七八當中 立法者有行存自由貸貸行刑事前許可或放備程序 使主管機關能取得執法必要資訊 並妥應此所以即會遊行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事外之即會遊行原則上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本院適至第四四五解釋所可認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現行的情況下 在現況下面我們的機會遊行法 其實已經根據兩公約來做適當的更改了 而在這方面剛剛當中 他們改採了強制貸貸資和我們國方的結合制 我現在想要以安全跟自由的兩方面的規定 觀點下面來探討我們這項面 在安全上面的上面就跟五方一面剛剛所說的 而立即而明顯的危害 就像是五方想要內敵到行政刑法上面的公共危險的縱火 五方打個比喻的是 在縱火這個行為上面 縱火這個行為有可能會導致許多的危害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去禁止縱火這項行為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先行知道下 對方便有強制貸貸資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危險上面的疑慮的話 我們現在才如果採我們現在的許可制的話 我們可以加以禁止 因為在許可制上面 因為在集會遊行法當中的第11條上面有寫說 有明顯事實主論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 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者 我們可以加以去禁止它 所以我們五方其實 五方如果知道在有明顯 就像五方剛剛所說的有明顯事實主論下面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 如果知道的話我們就可以不如徐刻了 也就是說 可是那麼對方便有提出來一些疑問是說 到底真正在行使上面的話 安全到底是有哪方面的 五方跟他們到底有哪方面的疑慮 我想就是五方也握回來作比喻 就譬如說如果我們先在新方下面 我們已經有明顯的事實主論知道 有可能那些人要破壞了 那麼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如果還是我們的許可制的話 我們就可以顧慮他們通過 也就是那麼在時薪上面會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說如果他們已經在那邊 我們這樣說他們也在那邊 在火車貼回旁邊在那邊舉行 舉行那些就是開始集會了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們逮捕 逮捕 然後而且如果在對方便有的報備制的話 有可能是要等到他們集會 因為是合法的所以一定要等到他們 上了鐵軌之後才可以逮捕他們 在兩者之間有許多的不同 而為什麼會不同呢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說如果他們在集會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全部 因為集會遊行的人數可能很多 如果我們在關鍵時間點上面的 搶救師非要投票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現在他們 在他們集會遊行的人數 今天就把他們抓走 安全性絕對比他們 他們之後握回上去 然後再去抓還得來的容易 簡單的許多 那麼在自由方面的產出的上面 我發現出來說一些疑問 就是不要說他們 他們採取的強制報備制的話 他們就他們的申請書上面有可能 還是會因為他們就是 萬一執法單位做一支 對他們 請這方一邊上台持續 各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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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請教你一個問題 各位好 各位好 你知道說 現在的試字的解釋 是需要有申請人提出之後 他才有權利去解釋 你知道嗎 好 所以簡單來說啊 今天的試字的解釋 是需要根據申請人所提出意義的部分 進行討論 好 那我們來看看 試字718他會不會討論什麼 各位好 你有718的試字文 有 好 這一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沒有先請教你 今天718試字文 是不是在解釋 緊急性跟偶發性即位有行 對不對 不是 他是針對整個 他是他提出的意義 他意義的地方是說 今天緊急性跟偶發性即位有行 是否違反 違反 應該說是否應該要採取報許可 對不對 他現在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他還好 還好 好 羅東這是他提出的 申請大法官事件的部分 是否違憲 好 那這是他討論的內容 那他大法官根據這個部分討論 為什麼會牽扯到兩公約呢 他申請人的內容有申請到兩公約 是否 應該說許可之是否違反兩公約嗎 有沒有申請到這一塊 沒有嘛 對不對 申請大法官事件的這個人 他提出的申請 所需要申請是否違憲的地方 有沒有包含兩公約是否違憲 應該說 應該說 許可之是否 對不起 沒有 我問錯 是許可之是否違反兩公約 有沒有講這一個 由這裡上面有寫 他上面的法 相關的法條上面有不確的記載說 公民與政治 國際公約 和公方事件所需要的 我們兩公約都在這上司 他有真正這兩公約來 會進行 進行 沒有 今天他說相關條文嘛 相關條文不代表說 大法官可以根據這一塊進行解釋 沒有關係 我們進行下一個討論 沒有 我先請教你 你說許可之可以否決掉 可能會發生立即 跟明顯的 立即危害的機會有形式 那對我們可不可以先請 舉一個例子 現況下 究竟是 許可是到底是否決 到底是阻止了哪些 立即危害的案例發生 好嘛 所以好 我之前確認沒有 好 我們沒有 那我再討論 那我們今天啦 今天有沒有 你今天否決了一個 集會有形之後 就是否決對不對 應該說 我有後續的處置了 我今天接收到這個人要去握滾 我否決你集會有形 沒有 有沒有後續的處理 沒有 就基本上沒有 好 沒有後續的處理 不是 我不是說沒有這個 是指說 如果我發現現在的情況下 不是有規定集會有形法嗎 那如果 就像是剛剛所說 就是比方說 集會有形法上面有規定說 好 那你可能沒有進到我的意思 我是說 你今天否決他之後 是不是有後續的處理 沒有 否決就否決了嘛 對不對 好 沒有沒有 結果沒有遇到這個人法來做判斷的話 他本身自己也是違法的 沒有 我現在沒有要討論違法的問題 我是說 你們幫世界下否決他之後 是不是有沒有後續的處理方式 就否決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等一下 你說過去處理的方式是什麼 是 我是說 今天 好 沒關係 我們今天想像一個是 對 說他否決就否決了 好 那我們想像 今天這一群人想要去握滾 那他今天被否決之後 他方世界下 沒有派警力去當地駐守 如果他今天這一群人 是真的 很誠心要問鬼的話 那他還不是這樣可以 好 我的意思是說 就 你們幫否決之後 沒有 反而沒有否決之後 就 自以為 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可以 防止一切 危害 危害的公共事件 事情發生 那在我方世界下 我方採取運防 強制包廢也是可以獲得資訊 對不對 等一下 這段沒有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 現行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不讓他通過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上街遊行 這樣的話 不就幫這段沒有行事 沒有 那我們想像 他今天既然 他去申請 他被否決了 那在我方世界下 我知道他要去那邊申請 我反而可以太緊密去那邊 防止他發生公共 造成公共危險 對不對 請正方飯店上台身份 各位好 首先先就這段朋友剛剛所提出的 四字七一八的解釋 為什麼對許可制 有沒有違反兩方面的解釋 其實沒有效力 那種方法 告訴你方為什麼 因為四字七一八的一個重點 它是在於 它為了解釋 緊急性 它偶發性機會流行 到底有沒有違反憲法 而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憲法的解釋 只具有一個被動解釋權的 所以說如果他解釋了 跟他要求被解釋東西 無關的事情 都只能當作一個補充 而不具有視線文的一個效力 所以呢 根據 所以根據法律 根據我國國內法 也就是兩公約施行細則來看 第二面如果繼續讓許可制存在的話 就是違反我國國內的一個法律 而違法行政會帶來一個很可怕的後果 剛剛已經提出一個例子 提出一個例子也告訴大家 其實違法行政後果非常可怕 政府可以肆無忌憚去侵犯人民任何一個權利 違法行政是一個法治國家最低要求 如果我們不違法行政的話 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將會蕩然無存 然而寧方今天的論證不能只在於 社會秩序和言論之友之間重出一個比較 寧方還必須要提出更多的例來告訴我說 為什麼寧方可以容忍一個違法行政的政府 違法行政的現況 我方也想就剛剛寧方說的濫權的問題 跟社會資訊的問題來跟寧方討論 首先先就社會資訊的問題來看 其實我方告訴寧方就算接到留言 寧方也不一定敢去不許他們的情況 為什麼 因為這個留言的真假難病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說這個留言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在寧方的情況之下 寧方也不敢保證說 就算有許可權的成戰 寧方就會否決了什麼的產生 再來 就算在我方的情況 我方其實也可以掌握到這個資訊 所以我方認為維持公共秩序 最重要一點其實在於一個即時處理的能力 雖然我方可能要花時間去告訴我 這個時間請不要開過來 我方可能要派更多的警力到火車站 來準備阻止這樣的行為發生 但是不要被我方向告訴寧方說 其實只要我們警察具備一個 即時處理的能力 這個公共秩序的問題依然不會發生 就算寧方今天要告訴我方說 這公共秩序可能會發生好 我方還要提醒寧方說 就算寧方今天論證 他衝擊了一個舊有色違性化下來的秩序 寧方還要想到一點是 在衝擊這個現有秩序之後 他所創造一個新的秩序 因為我們在就這個抗爭之後 往往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法條修正 新的法律修正 所以寧方今天要做出比較的時候 他要告訴我方說 為什麼維持現有秩序 比創造的新的秩序來得好 這這麼有請問 寧方今天還沒有告訴我 再來 我方想到爛權就會來跟寧方進行討論 其實爛權問題是一個 現存實現力結構下來的問題 一個官僚體制下的一個遺毒 因為身為一個下屬 必須迎合上市的情況下 不得不去做出一個選擇 我方剛才明天舉了很多的例子 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個爛權的情況會這麼嚴重 其實是很大的原因在於 在爛權之後 根本就不會受到任何處罰 因此我方在這裡可以解救的是 那現在對外面有秩序下來 被政府因為這種爛權的惡意拒絕的人 讓他們言論自由 得意到成長 最後對外面可能告訴我說 那社會知識的問題還是存在啊 對外面那我們來 對外面那我就要進行行討論 其實我們台灣的現行 他們的民主就會是什麼樣的現行 其實民方不要忘了 我們才剛剛脫離一個威權統治的世界 五道三十年 刑法第一百條也在二十年級 還不久才高修正 近年來也才因為洪仲圈的案子 讓軍事法不公正說到重視 所以我方想告訴你方是說 其實許多的威權體制之下 所流傳下來的法律 依然存在我們社會的每個角落之中 因此我方認為 我們應該對這些發聲的寬容一點 多多鼓勵他們去衝撞這個體制 但是在疊疊狀況之中 這些威權體制所流下來的遺度 才能夠被改善 才能夠被 還能讓我們的社會 實現一個真正的民族的價值 因為其實我們才脫離威權統治 沒有多久 我聲音道理給你們謝謝各位 請趕快去問一下 你好 蒋 Ил리 爵魂您好 您剛有提到 您剛是覺得說 您剛剛一直提到說 您要衝撞那個 就有了那種 非常權威式的體制 就要請 其實呢 就算有造成一個社會的問題 好 我知道 就算會造成社會 就是會有影響到社會之虛 不過這些人呢 可以發生 可以去改變這個體制 是更為重要的 那 今天這個團體 他僅代表的 應該就是跟他裡面相同的人數 假設我今天是一個挺和的人 挺和 永和團體 可能不止 例如說我們社會上有很多人挺和 他不一定會上街去遊行嗎 我知道 假設今天好 假設我今天是個挺和的團體 我今天是個永和團體 那我這些上街頭的人 是不是他們可能僅代表的 就只是這些永和人士的聲音而已 但是在整個台灣下 是不是也是有許多人 是反和的 沒有可能 是啊 那今天你為了保障這些永和團體 你讓他造成了可能社會上面 社會秩序的困難 他是怎麼交通庸塞 什麼道路改造 台灣朋友大家就要看我方 之後提出的判斷 我們台灣的社會現況下 就是存在很多威權體制 所留下來的一些遺图 一些方法 所以我們才需要多多去衝撞這個體制 我們要看一下因為我們現況下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剛剛把那句說 你今天讓他們出去發生 可是他們做的行為 如果像影響到體制 影響到整個倒是社會開始有動盪 你說對啊沒有沒關係 因為我今天是要推翻一個體制 那犧牲了其他人 為了部分人的聲音 我們犧牲了全體人的安全 首先我們來先看一下台灣的優先情況 到底是怎麼樣 例如說我們舉太陽花學員的地藻 他們甚至他們尤其內部社有糾察 對糾察他們其中不法行為 然後他們甚至自主留下來檢測社 對不對 我幫甚至 我幫高雄的地方 其實我們台灣目前就有些人 民心不太多 我幫甚至認為他們有點太過分離 所以如果已經衝撞立法院 衝撞行政院是對方也是一個非常合理合理的嗎 我幫你一直說 其實我們想要在台灣的這個已經非常非常多 沒有衝撞 所以你是說要導致到已經開始 已經有人員死亡、傷亡 到後面的戰場 你才覺得這是一個重心嗎 我幫你告訴你說 其實台灣這種違法公共資訊 衝撞這種這個結局其實是非常少的 我幫你就是說 就算有 也只是他們為了衝撞 就造成新的結果 對方 今天也許 公共危險犯 假設他今天 現在公共危險犯的犯罪紀律是個領 我們為什麼還是要留存著公共危險罪在呢 我們就是以防 也許未來 你現在 現在或許沒有這個罪犯出現 可是 你要防止後來啊 以後 也許會有這種 這種行為 這種 公共危險的犯罪 所以我們這一個法律 就是為了 防止他 其實我幫你剛告訴你 其實 處理這個社會公共秩序的重點 其實是在於一個現場 其實出現能力 就算在尼罵實況之下 很多資訊力量 我想這邊要讓我幫 我兩個 給你聽 今天我方 你我雙方的申請書 講得像好嗎 當然不會有人在上面寫說 我今天要去抽照 我方的意思是說 你方負責資訊也不如 不好意思 聽我說話 聽我說話 可以嗎 OK 假設今天都一樣 像他都一樣 我方 上面是不是要寫說 在申請表上面 我方是不是 雙方我們都應該 比如說我們要申請指導 我覺得 會攜帶什麼東西上去 是喔 對 那假設今天 雙方我們都寫 很寫火把 我拿火把上街頭 我還沒有做火 我拿著而已 這樣子 這樣目前這樣 應該還不違法 那我先問你一個前提性 我今天就是 至於要違法 那社會秩序 我真的會在表上提寫 當然不會 這你我做 當然不會 所以在你方便 沒辦法 所以他都不寫出來 你要怎麼做先前的防堵 對啊 就 謝謝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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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方先把 戰場分成兩個部分來講 今天 正方他們一直堅持 他們自由為上 而我方一直講說 安全為上 那我們就有安全 以自由來講 我方 我方 我方在一邊的時候 有提到 我方在一邊的時候 有提到 立即而明顯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這可能 這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他 剛剛正方一直沒有辦法去 去論證 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在他方的事件底下 到底該怎麼樣去處理 但是在我方的事件底下 我方有申請 申請許可制這個標的 所以至少在我方的事件底下 我方可以先去杜絕 這些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我方至少比正方 會多出一層的 一層的 杜絕 會去防止這個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可能會 不至於會發生 甚至造成其他社會的混亂 而剛剛在上一輪 直尋共 直 然後我們來看自由的這個部分 在正方的事件底下 他們認為自由至上 但是在我方的事件底下 我方只想要強調一點 在現在的社會底下 我們至少要有安全 我們要有一定的安全 我們才能去追求自由 如果我們 我們連自己的安全都沒有了 我們怎麼樣去創造這個社會的民主進步 甚至是擁有自己的自由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安全 那自由就會變成是完全不屬於自己的權利了 因為自己一旦沒有人安全 那自己政府保障給我們的安全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擁有更多的自由 讓政府來保護我們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自由 很多的權利 但是一旦我們沒有的安全 我們並沒有辦法去做出任何 可以讓自己的權利有更加更加完備 或者是有 或者是讓這個世界 或讓這個社會的經濟 或其他的一些 可以讓自己擁有的權利更加美好的 我方現在只想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在我方的事件底下 安全至上 我們一旦擁有安全 我們才可以去追求其他更多的利益 而剛剛正方他們也有提到 4-718號裡面的不協同意見書 但是在今天的是 不協同意見書 他僅僅是一些大法官他們所提到的 但是不協同意見書 在現在的法制底下 不協同意見書他並沒有法律的效力 所以剛剛正方他們提到的 4-718號裡面的不協同意見書 那僅僅是某一些大法官 他們自己的主觀認定 但是並沒有辦法成為現在法律上 法官判主 或者是其他一些申請的客觀認定 而剛剛正方我 我剛剛在公房 在執行答辯的時候 向正方要的資料 正方並沒有提到 那些申請入選 或者是一些其他 他方剛剛在醫便室提到的資料 我方並沒有辦法完全去論證 他方到底剛才講的是什麼資料 他們並沒有辦法完全去告訴我們 他們剛剛的資料到底是什麼 而剛剛我方二倍一直提到 在4-718號 我方提示4-718號 兩公約已經解決這件事情 只是想要強調 4-718號在民國106年到103年 這段時間他做了解釋 而他這段時間他做了解釋 我們現在社會底下的價值觀可能已經改變 所以在剛剛正方他們提到 在民國98年的兩公約的當時的一些法制的規定 可能到106-103年的時候 那些價值觀可能會有些許的調整 所以在4-718號裡面有提到的 可能會再去影響到集會遊行法到時候的規定 所以剛剛正方他們提到的 在民國98年的兩公約那些內規的法 就是內國法化 內國法化那些法 其實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我方已經有去做那些修改 而剛剛正方有提到在 剛剛正方提到戒嚴時期 但是在現在行使的集會遊行法 已經在民國77年的時候 民國77年原本是 原本在戒嚴之前的集會遊行法 已經做過更動 甚至是已經廢除了原本的集會遊行法 改現行的集會遊行法 所以大家正方的意義其實已經不存在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你們好 請多問 如何 請多問 請多多問 請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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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修改了,現況下就沒有那種違反 我剛剛指的是這段時間可能價值觀會有些許的調整 些許的變動 那我覺得這份資料要給你看好了 他內根部資料做出來修改 到時候要怎麼修改? 從許可自改,我們報備資的修改 但是在內根資料裡面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進行 對,所以現在就是違法行政狀況嗎? 現在沒有違法行政啊 地方沒有,那我問... 立法院還沒通過代表我們現在使用的法還不是啊 事情細的告訴我們說 第八條告訴我們說 如果有抵觸兩公約時 就應該在兩年內來進行修改 也就是說現況下還沒出來 支出一個違法行政狀況下 那地方沒有,我問你下一個問題 民方可以忍受一個法制的國家容不出 那有違法行政的狀況嗎? 在一個法制的國家容不出 民方可以忍受一個違法行政狀況嗎? 好,那知道沒有,那我們來定下一個問題 知道沒有,民方今天不斷告訴我們說 我方舉出很多警察濫權的地方 民方認為說,有這個行政訴訟 有這個訴願,可以來遏制這些警察濫權的行政狀況 那知道沒有,可以請民方舉出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就好 告訴我方說,警察濫權之後受到的署罰嗎? 我方先告訴你 我方剛剛會舉個例子 我剛剛會舉個例子 告訴我方說,真的有這個警察 因為濫權然後受到懲罰就好 但是我方要講的只是 我方要舉行政訴訟只是因為 就是現在審查機關是警察機關吧 那但是到行政訴訟 他到時候的審查機關會改為司法院 好,那我幫幫你提好了 方揚寧在處理共同盟的事件 他利用自己片面的權力 就來破決掉永久破決的共同盟的集會權 方揚寧這是不是一種爛權 可是這件事情到最後方揚寧說 他其實沒有這麼做 而且這件事情只是他說說而已 好,都沒有 他事前已經有來 就是被子 那是他時候有改掉 他沒有被子 他連被子的刑事都不可能發生 在我方現在的世界底下 警察的權力沒有大到 可以完全去阻止一個人的集會 遊行自由 甚至他的言論表現自由 好,那都沒有沒關係 那我方再錄影下一個問題 寧芳主要有說 今天在台灣社運上 常會造成社會之一種毀壞 那寧芳也就有興趣來告訴大家 那寧芳主要解釋 在無貌的太陽花學運當中 他們寧芳說很容易失控 那寧芳主要解釋說 今天學生竟然會自己來撿熱色 竟然會自己能糾纏對文化 寧芳該如何解釋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天在台灣的狀況下 事實上我們的學運 不管是什麼社運 都是屬於很平和的狀況 不是嗎 不是嗎 不是啊 你們幫幫他們 他們衝進行政院這裡的 是 他們在衝進行政院造成行政院多少 好,這邊是我們討論下一塊 你幫他認為說 今天許可之可以透過一個事情的禁止 那我方可能要等到他做這個舉動之後 就可以來去 你幫他認為說事情的禁止 可以就是 造成多一點社會秩序的效果 是 那你看有沒有考慮過 今天一個 一場社會運動 他在破壞秩序的東西 是不是也會造成另外一種 新的秩序的體現 今天野草莓運動 他們可能 在造 集會遊行上 在路上的草道 那他們是不是也造成這種 集會遊行 造成新的秩序 但是這個例子 他並不可能 他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會實現 有可能他們現在 他們現在做這個集會遊行 他們有可能會造成兩個結果 一個是造成社會進步 但是另外一個反而是造成 出了當下的社會秩序混亂 但是還有可能會造成 以後可能別人 那我幫總結一下 今天他在破壞社會秩序的同時 也有可能造成社會 社會法規或者社會 另外一種社會秩序的進步 沒錯吧 真的有可能 但是我幫要去遏止 我幫要去遏止 是那一些 因為我們現在 我幫的嫌疑下 是安全 我們必須要有安全 才可以去追求社會進步 但是您方剛覺得那個例子 他們畢竟他們當初還是 今天他在破壞社會秩序的同時 也會造成另外一種 社會秩序的產生 造成另外一種 社會秩序的進步 將一針一減 民方到底要如何 如果搞什麼 民方頂得快 沒有 沒有 希望你再到此進行 稍後 稍後三分鐘進行解決 希望大家可以適合 你會不會再去除 有些人 這個人 真的真的有不公平 是 這個人 是 我們有一個 你會不會再去 你會不會再去 一切 你會不會再去 我會不會再去 你會不會再去 我的 你會不會再去 我會再去 我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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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餅乾 各位觀眾好 現在至今以下法律的規模規則 我們要做憲法第十四條 照我們的規模規則的自由 在第23條的時候也說 如果有一些危險上面的話 我們就應該去限制一些的自由 而我們今天 其實我們在制定 就像對方沒有今天提出來的許多危險 就不要說有可能政府啊 政府有可能會因為自己想不想 因為自身的利益的關係 而使我們集會遊行的自由送到揚迫 而他們今天也提出了許多的例子來證明很多真相 而且他們也提出了一些證據上面寫實說 因為今天我們在現行的情況下 對方沒有懷疑的例點在於說 在現行的情況下 如果一些警察機關在審核我們 這下呢 審核我們集會流行的時候 他說有可能就不給 一些自警自身 自身利益的關係 所以不給我們做 然後我們今天可以去打行政訴訟 然後他們也提出來 可是我們可以去打行政訴訟 然後他們今天也提出來一個問題在於說 警察機關是不是有因為這樣而受到補分呢 我們其實今天在我方的現行 在其實我們可以 因為警方有可能會因為想說 啊 有可能會不會 對方便有認為警方可能會 啊 其實我並不會法當我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會產生他的行政 可是如果今天我們可以就是 然後其實其實並不然 警方在執行公務的時候 他應該負他們自己的行政責任 如果他們今天違反了這一項的話 其實對於警方而言 是有一定的上面的傷害的 而我方 而且他們最後沒有今天 他們一直指引 就是他們指引我們說 他們 我們可能會因為 就像剛剛我說的 因為警方自己更自身的利益的關係 而禁止我自下機會的自由 可是他們今天採取的是 強勢報廢制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 資料繳交的不完全的話 有可能他們也可以退回 譬如說警察可能 可能可以因為這個 資料繳交不完全的話 可以不可以退回 這是不是其實在退回的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這樣 也是也是 其實也是掩護了機會 其實他們 他們遊行的時間 這樣是不是跟我們其實才 有可能會 因為他們現在不停的 有可能我們寫了一張報告 給他們 然後他們今天他們 就會一直不停的找查 不停的找查我們 我們申請的疏借 所以就是不停的 幫我們退回 這樣的話有可能會 也可能會造成 造成那個 集會遊行 上面的自由上面的限制 也就是說 這方面喔 在現行的情況下面 也可能會 也有可能會因為 執法人員上面 一些為了自身利益的 所做出來的行為 而害到對方 必要一直極力想保障的自由 而兩者我們現在 其實不予許可的旅遊 現在幾乎都是 一些資料的過完備 或是太晚提交那些等等 所以我們國方的現行的情況下面 我們其實也已經保障 已經保障那些 集會結社的自由 而且我們國方今天如果 國方今天最主要是 希望說 我們的安全上面 並不要廢除掉 不要廢除掉那個 我們的第十一條 有明顯事實 主任有違 有明顯的傷害 因為如果我們在這個 我們希望在一個 集會結社 在遊行進行的時候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真正的保障 他們的那些安全上面的訴訟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 把這些 有可能可以禁止 禁止那些 有可能已經違法 有可能會造成危害的那些事實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在 事先的 事先就把它做 不以許可 這樣其實 對於我們安全保障 是有 一定 有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保障的 而我 國方今天是想強調的一點 是在於說 我們今天是希望 給予人民的自由當然最大越來越好 可是我們今天也希望 藉由一些安全上面的審核 來保障我們 集會結社的真正的安全上面的自由 所以我們 因為在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言論自由反而可以更獲得保障 謝謝 請正方極限上台做決 請客 各位好,剛剛隊友告訴我們說,今天許可制是給予一個自由權、集會權以及維護社會秩序的平衡點 隊友托過這樣比較,告訴我們說許可制是在現化下一個平衡點,所以我們應該要維持現化 但是隊友沒有少比較一個東西,我幫今天不斷在強調的是,今天許可制是在一個違法行政的情況下 今天寧邦應該要把這個違法行政,把成本的概念給納入比較,否則我方認為寧邦的比較是不成立的 然後今天我方想跟大家出錯的概念,今天我們台灣的民主社會從解嚴開始慢慢的進步,不斷進步,不斷進步 大家可能會認為說,今天我們台灣民主是已經屬於一個成熟的國家了 但是,各位想想,今天我們實際上離開這個威權的時代,也不過二三十年 今天,李英雄的女兒如果沒有被殺害,也不過只是一個正式新出的女孩 如果今天,鄭南龍先生沒有為了民主而自本,他也只不過是有五六十歲,繼續為社運、繼續為民眾和平民的一個民主展示 我方今天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天台灣離開這個威權主治的時間,真的不是很遠 也就是我們還在往民主一個道路的行進的過程當中 今天,或許,都要沒有說了,今天在沒有許可制的情況下 集會合行,或許有很多造成的一點社會秩序 但是,都要沒有我們想想,如果今天不是百戰軍,如果今天不是紅中球事件 人民升上他的集會,人民運用他的集會權來升上他們的訴求 我們哪會發現,今天軍中的體制一定腐敗到這種程度 如果今天不是官場的工人,被老闆欺壓,被迫使他的退休金,引氣成美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去破鬼,如果不是因為他們去造成這種社會秩序的破壞 我們哪會發現,今天社會中仍然存在著許多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欺壓 也就是說,今天他們在即使這些集會合行會造成這種社會秩序的破壞 但是,他們也是在衝撞我們一個威權體制下,遺留了威權體制的一個移住的最好的利息 今天,他在衝撞這個威權體制的同時,我方也說,百戰軍事件讓我們發現了軍中體制腐敗的情況 今天我方可能會說,今天美國可能是一個一兩百年的成熟的民主國家 可能他們對於這些集會友情可以保守一點,可以說今天可能為了要維持社會秩序 而可能就不要那麼開放給民眾,但是實際的狀況並不是這樣的 今天,不管是美國還是英國,這種民主國家已經發展一兩百年的國家 他們還是不斷鼓勵說,今天人民應該上網,上街去集會遊行,上街升到他們的權利 上街升到他們的訴求,原因就在哪裡 今天一個集會遊行,不僅是衝撞威權體制的利益 也是防止民主腐敗的一個最佳的防腐劑 我方姐妹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我 之前臨場我不��,老闆 讓我們先 has another table 首先請雙來剛剛具好我們請一項 今天的第二道 謝謝 我 town tv 因此三蛋二雙方密室第二道 對我的世界的 badly 還蠻特別的,你們提出了這個一個 前面用很快的速度解釋了兩個語言 其實我最近在想這種東西還蠻尷尬的 就是如果你不講的話,我們會說 講這個東西誰知道 但是如果你就是花那麼多錢講 好像其實你沒什麼必要 沒有,就是有感覺吧 那對我來說,你們有兩件 兩個利益想要遭遇 對,兩個避害想要解決 第一個是違法行政的問題 第二個是這個警察濫權的問題 那你們因為這兩種問題,因此改變制度 想要把它變成強制報備制度 那其實啊,就是 我對於Oragon比賽的理解 就是理解會是想說 我們會有一些避害發生的 那這個,也有一定是這個狀況 那這個狀況你要證明它真實存在 然後你還要證明它有一定的程度 才會構成一件避害或是一個東西 你要去解決它 那可是我覺得 欸,當然這個違法行政 其實乍想之下 我覺得有 當然了,後面你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用其他確認的方式 當然也無不可 但是一開始就是真的是很難想這樣 就是,到底會怎麼樣 就是,特別是違了這種法 那如果是濫權那個 可能直觀很好理解 如果是參與房子這種違法也很好理解 可是到底這個,違法兩公約說 我們應該要依照兩公約來修改 會有什麼實際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蠻奇怪的想像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能要花一點點工夫 或是前面多一點包裝去調整 我覺得會比較好 不然的話,那詐可能還通的 如果,就是相對的反方也是啊 就是,你們可以去問啊 好,那我違反了這些事情 那我實際上會有什麼準時嗎 那我以為啦 就是,一開始你們要國際公務員的時候 我以為你們會說 把這個國際上丟不那麼輕易啊 就會丟不那麼好啊 我們就要造這些經濟相對的傷害啊 之類的 我以為你們要講的可能 那怎麼沒有啊 那,第二個是一份難權的問題 也是有一樣的問題來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題目的關係還是 整的 因為看你們的樣子 也不像是沒有準備資料也滿厚的 那我也一樣會想要 會想說 你們 我超到的就是比較明顯就是中油嘛 中油的意思是說 這個警察會有這個爛筆的狀況 可是那實際上面 是只有這一件的問題嗎 還是也會有一些數據 是不是一個普遍的狀況 還是中油的事件是一個特例 又到了後來會好奇 反正你沒有追問啊 就對 政方來說他想要論證有一件避害的發聲 他都說 這個因為沒有標準 因為現在的這個 有警惠遊行法的許可知 他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所以說警察有很大的難權的空間 那倘若是如此 跟你們之後不是也說 第十一條 他得要有明顯的事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中油的那個例子 是不是警察違法的呢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跟警惠遊行法沒什麼問題啊 這不是致負本身的問題 而是那個警察就違法了他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他就不會是正方 用更改制度來解決的 來解決的意義 可是你們 我覺得你們沒有 依然沒有那麼直觀的說 二來就是 沒有明顯事實 是因為就 你們後來不是也說 大部分被否決的是 什麼身體書沒有解決好啊 什麼的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 他的標準到底是哪些 如果正方說 之所以會有爛決是因為沒有標準 你們只要證明 其實有標準 是他違法是他怎麼樣的話 那不是這爛決會有幾法 不會有爛決的問題嗎 我覺得你們沒有什麼做啊 我覺得這蠻可惜的 就是 我覺得你們架構感可以再加強一些 會讓你們 比較知道 要一件 一個避害 一件利益要成立 他又要哪些程序 只要把中間的列解破壞掉 那其實很簡單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那當中的比賽你們沒有這麼過 而你們的 就是反應啊 也花了非常多多時間去講 我只抄一句話對不對 你們就是群眾感染 所以群眾的 群眾的影響比個人大 你們整片一片都在講這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沒有必要 那特別是你們講的 事情又很直接 就是 握鬼猶行 那這件事因為 扣回到剛剛的 第十一條是說 得要有明顯的 立即而危險的事實 他還會同決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們後來也不是有成功 誰他媽會把我要握鬼寫在 就是 身體書上面 那就變得很奇怪 就是 在常會給我的感覺 會是這個樣子 那 你們 或是 就是或是再進一步想啊 就是如果說 一個 一個團體他想要去握鬼 他也絕對不會 不管是滿雙方一樣 他都不會寫在身體書上面 那 雙方的解決方式 就會是 那個 靠線道 可是你們到後來 扯到了事前事後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也沒有捨出個結果來 反方認為 有了集會遊行法 他就可以 事前否決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就是一個想要握鬼的人 他還會去申請集會遊行法的許可嗎 我覺得 可是一來不會 那二來就是 他們就直接 他就直接 就是 不管他是不是要幹嘛啊 然後他接獲 警察接獲的線報 跟他申請了 都沒有關係 跟集會遊行 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關係 就是有些人 他們想要去握鬼 那警察就得要 想辦法去阻止 那 事前 他被否決了 的那些人 就會 一個想要握鬼的人 他會因為他被否決了 他就乖乖不去握鬼嗎 我覺得 這個 蠻奇怪的 就是 你們要嘛在例子上面 可以去想一下 或就是 但是這個正方也是可以講的事情 我覺得 你可以用更直觀眼的方式 去想一些例子 他這些例子就會變得很奇怪 就是你們的處理方式是這樣子 你到我來去扯這個事前事後的問題 扯公共危險 對於被犯禦房間擠壓的問題 那對我來說 我不是法律性的 我雖然不是白省財 但是因為我們有相關的知識 你們怎麼說 我怎麼寫 在想像裡面 如果是特 我的解 我的理解是這個樣子 以正方的意思來說 如果是特別危險 比如說送火啊 幹嘛的 他是可以用 預備犯 或者用房間擠壓 來去處理 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你們怎麼講 反方好像也沒什麼理解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個 感覺就很危險 立即顯危險的部分 我覺得反方是沒有 我們正方想到哪裡去的 就是即便你事前把他否決了 那這些問題還是得要 就是你接獲線報了之後 他還是得要去現場去做處理 我覺得這件事情 正反送後怎麼有什麼差別 至於正義要 對 至於正義想要去處理說什麼 被否決了之後 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正反送後 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其實不太知道 你們實際上想要問你 在我的理解裡面 不管他有沒有被捧 只要有人去跟警察說 有一群人想要問我 其他人就是會派人過去處理 但是在我們正反送後的實際上 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反方有花了那麼大的時間 那麼多的時間去解釋 群眾的影響 你個人大 你們可以往後 有很多東西可以接啊 比如說 所以我們在面對局中 他必須要特別的謹慎 還是特別的怎麼樣 所以我們的限制要比較多 所以說這個法 不能在內心之下 才會慢慢的走到這邊 不是就是丟錯了這些東西之後 你們就開始講別的 或是沒有把它搭在一起 那個一來 他不一定連得起來 二來才不一定要幫你連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滿不效率的 利用時間 那至於這個 你們在兩公約上面的討論 這個正方 當然啦 對我來說 這真的是滿特別的 你們也花了一些時間去解釋 這個無法行政的避害想要去 所以不能說你避害了 你們就想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這反方也有一些人掙扎 反方是說 44718號說什麼 兩公約已經去修正了 那我覺得正方的解釋是 市字他只能管那個title 就是title是說 根據警集啊 歐巴這些 那其次除了這個title 相關的內容 其他都是說說而已 那可是我就是 從 那一般來說不太可能 這樣的機會不足 從這個 裁判紙上面看到你們的記錶 我不是拿的是法條嗎 那 那法條是不是說 哪 什麼時候 這個 根據兩公約而修正了 那這個跟718號有什麼關係 異謀是 它這個在全國法規 資料上面的資料都說 它已經修完了 那就修完了 我覺得 你們 那當然正方也是有資料 可以來說明說 它還沒改成包位置 就比較修完了 對 我看這應該是正方的意思 那如果是這樣 抓到收莽就應該來討論一下 就是 到底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的真實狀況是怎麼樣 不然我們就說 各說各的 那我也聽不太懂 就是 那就是 現實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在場上 是沒有實際的論論的 我的 這樣子的論點 我覺得在我的行政理系中 都是偏僻的 可是我不認為 反方有成功的指導說 正方的 是 就是 現況是 依法行政 所以我覺得在見解上面 我原來認為正方是成立的 就是沒有改成包庇 是這件事情 是一個違法行政 而正方因為論述 違法行政 是一些不好的 應該被解決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 正方也是成立的 那至於整個在濫權的部分 我覺得啊 真的在 嗯 現在成立一開始 我說正方之學的一個例子 可是我覺得反方的 你們的攻擊也蠻奇怪的 就是 我們 一來沒有照 順序不重要的 可是我覺得你們沒有那樣的去解釋說 為什麼 結婚友行法現在是有標準的 你們就是說 他不要明顯的事實啊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他沒有針對到正方的問題 去做時間的問題 我覺得那 差了 或許是差了幾句話 可是我覺得那真會變得打不起來 但沒有說 有這個行政救濟隊去處理 那正方去解釋實效性的問題 我覺得 這個反方也沒有直接的去解釋 頂多在這個 截片的時候 有一個新問題說 啊正方也有可能被延宕啊 可能也太晚而來這個 一樣我覺得沒有去 做錯很好講 那我覺得在這個半球的部分 雖然一樣 在我的新政裡面也是成立了很多 我當然還是成立 所以應該就是算正方合理 我覺得在這場比賽裡面 就是 那樣子簡單啊 反方的自己的論證 我覺得沒有實行 沒有論證成功 而且對正方的兩個論點 所進行的拆解 我覺得也不算是有效 所以我把論點分數 判多一些給正方 那就是我的論點獎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要看下來要問 謝謝各位 謝謝市長的獎品 這樣請黃初玉學姐 我們請一獎品 前半雙方便士正常 各位大家好 我將今天的論點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違法行政 安全 安全的問題 這是我覺得今天主要討論的 首先對於 就是先講違法行政 就是我的感覺跟上一段裁判一樣 一開始聽到你們前面講那一大段的時候 我都只是把它當成說 這是一個前言 就像是每個人都會講說 喔我不能違法憲法二三條之類的 然後就是你只要講說 所以憲法是違法行政 我就想去收 那會怎樣 一直到你一直到很後面的時候 才慢慢補足 比如說你到惡變的時候 你去跟正方說 其實就你去跟反方講說 我們在安全上 可以達到同樣的利益 但這個時候我覺得 你其實就可以再回扣你的論點 所以既然我們兩邊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當然要選擇一個合法的管道嘛 然後對於違法的遞害 也一直到三遍的時候 才終於說清楚 就是在一個法治的國家中 負責於主這樣的行為 否則會對人民的權力造成更多的侵害 其實這些你們應該都要在一遍的時候 就講出來啊 否則就只會被我當成是前言來看待 不是一個論點 好所以那到後面的時候 這個論點的成立就變得很薄弱 但是還是有 那再來看濫權的這個部分喔 就是正方比較實質的對於 許可知產生的避害 認為會有濫權的狀況 可是在濫權的這邊 你們一遍的時候好像講 講了三個例子 講陳雲林啊 台南縣政府啊 還有中游的事情 可是對於這三個例子 你們都只是簡單的帶過去 你好像以為大家都聽過這件事情說 我不需要解釋 但問題是 我可能沒有聽過 或者是 就算聽過我也不知道 跟你們論點是什麼樣的關係 以至於你的論證上 就會變得很薄弱 所以說反方才 只是用一句話就可以回調 比如說 欸你說那個方養你的事情啊 方養你最後也沒有做嘛 可見實際上也沒有產生那麼的病害嘛 這樣就好像就可以解決 這樣你的例子都被削弱了 可是那後來 但是我覺得這一點 反方自己也沒有意識到 就是你要拆解病害 當然得先從這個病害 是否真的存在來拆解 所以你要在你的至少反而的時候 就先強調說 這方擔心的事情根本不存在 除非對方可以在你主政過的地 可是你沒有這樣講 你反而用比較像是 開大局的方式跟他講說 也沒關係啊 誤判就誤判 你之後再行政訴訟嘛 你就給了這方一個 就是可以逃脫的空間 跟你說這樣不行喔 這樣子的話其實對議題有實效性 你就侵害了他的言論自由 可是我覺得後面那句 你可以再補清楚 就是侵害就是議題有實效性 所以對於我原本集會遊行 想要達到的表達意見 或者是督促政府的目的 會有打折扣 這個才能夠回到集會遊行的意義來講 你的論點才會更完整 可是這是給你們的建議 那這樣的話就會變成說 好你留下了一個正方可以存在的一個避害 甚至到到了後來你的比較方式 還直接就是說好 我好像承認濫權的存在 但是我們要跟安全做比較 這是你在三變的時候提出的損益 好吧既然你做這個這樣子 我就照你的損益底來看 好那就要看你們到底在安全性上的問題 可不可以成立 成立的話就你們也沒有成立就是正方意義 好那在安全上面的話呢 就是正方直接一開的攻擊 我覺得都還蠻有層次的 就是他先跟你說 我們同樣的表格 我們同樣的線報 所以我們獲取的資訊是一樣的 差別只是在於我要事前預防 還是我要當下在做 那事前預防跟當下做的效果 正方也認為是一樣的 那你們就提出來一個 好像原則上的問題說 好吧其實在公共危險罪裡面 有些比如說像縱火等等犯罪 即使你也可以事後預防 但是我們還是保留這個罪 可見就是預防也還蠻重要的 好但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時候正方就講說 那我們也可以援引公共危險罪啊 我們也如果要做到事前了 預防我們也可以 那你到底就不是用 指揮遊行法 而用公共危險罪 那我覺得這邊是可以討論的 就是第一個你們可以去討論說 到底哪些行為適用公共危險罪 而這些行為都會發生在指揮遊行中啊 比如說握鬼的時候 不可以用公共危險罪 如果公共危險罪是有很明確的 如果要是符合一二三四這幾點 才能用公共危險罪 那只要我用其他的方法 侵犯公共危險罪 那只要罪就不適用了 那你的許可制的利益 你許可制要保護的還是存在 可是你沒有去跟他們做這些討論 然後就提在這裡 就變成說他們好像也 他們也可以做到 可是我覺得這點 對於正方有點危險的事情是 如果你也想要用公共危險罪 可以去做事前的預防 那會不會跟你說的濫選 產生同樣的衝突 因為你們還是同一筆警察 在審同樣的資料 一樣可能產生誤判 所以這有論點這樣的矛盾 是你們要去注意 你們要取捨的 可是那 可是這場比賽的討論 就只停留在正方依然可以 不管是事前用公共危險罪 還是當下的處理 都可以達到跟反方一樣的效率 所以最後呢就是 無法論點分數就看哪個正方 或只有些微的 因為我覺得就是正方要特別注意 就是你們口交很好 對法條也很懂 我覺得這是還蠻值得暫時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有這樣的程度 但是更重要的是 那個避害實際的情形 要證明出來 那有任何問題 再問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的獎金 最後請成立心學員 請問我們請你講 比亞亞太的雙邊之表賽 各位大家好 就是這場比賽 我就就我聽到的真點去進獎金 就是首先我要先跟大家都在下一個看 然後我要講什麼 我要就到看 可是我是一個白紙才 就是你們講什麼 我就信什麼 不會介入我自己的心聲 跟我的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其實你們學歷面的場上 其實出現了非常多的法律的概念 像什麼預備犯 或具體危險犯 就像危險犯 這類的 可是其實你們也是 都不一定是正確的 這等一下來講 不過今天不影響到 我對整個論點 不是你們有看的 通通都有看嗎 就首先我覺得這場比賽 其實討論的東西很簡單 其實正方想跟大家講的東西 就只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你們認為說 今天機會遊行法 他的許可自行是違法兩公園的 所以你們認為在違法兩公園 違法的狀況之下 這個本身就違法的法則 都根本不應該存在 第二個是你們認為說 即便他沒有違法兩公園 你們認為他可能會造成 警察的爛痕狀況 然後第三個是 你們沒有在前面直接講 可是你們後面警官 在做假的評審 是今天即便有一些 關於社會秩序的事情存在或發出 但是你們也認為他應該是要被允許的 因為你們認為這是在台灣轉型的時候 必經之路 所以這是你們向你們去做的論點 那反方呢 反方的論點其實很簡單 反方的論點是 你亂在拆解正方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在一開始就提出 一個很具體的東西 反而是在翻遍學妹的時候 才開始比較說 到底我們今天到底是 有沒有安不安全 就是許可自備 會不會可能產生安全的問題 後學妹去進行一些水平的 那我要先講的一個東西是 我其實會覺得其實今天正方 一開始講了兩公園的東西 其實我的看法跟前面的詳細也真的很像 我原本以為你們要講說違法兩公園 到底會被國際視台或什麼 其實你們也沒有東西 可是你們那種說法會讓我 我自己心裡面覺得你們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滿霸道的 因為你們就說其實今天內政部就是想改 他就是違法兩公園 所以你們認為說內政部既然想改 你們也認為違法兩公園 不違法的事情是 再來是他必須要保障他人的自由 或是在國家安全 所以其實兩公園還是可以在某些成題之下 你被限制的 但這個成題之下到底集會遊行法的許可 是到底有沒有在這個成題下一個限制 我覺得就是可以討論的東西 但其實今天反方也沒有去擠這個東西 所以你們這兩公園的東西其實 我是你們這個例如是承認的 然後我也相信就是是有成立這個例子 那接下來我覺得討論到後面 另外一個層次的東西是警察爛權的東西 我覺得你們既然要講警察爛權的東西 其實你們就應該要講多一些例子 因為你們警察爛權這個東西 其實你們就舉出的例子是中有例子 是中有原本 中有好像原本的集會遊行法 並不被依取 然後做媒體報了報之後 又警察又依取他 我覺得這東西很奇怪 可是反方其實反方也沒有去提出一個提示 我覺得反方學妹你們剛剛問清楚的是 到底為什麼今天中有的機會 會遊行法一開始被限制 可能後來又可以 是他一開始有做出什麼愉悅 可能會讓 就回到你們想怎樣的東西 是他有沒有愉悅一些社會上的資訊 或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險 所以他被限制 那是不是他之後經過修正才要統一 我覺得這是很可以去問清楚的 傻傻的今天正方講說 他今天被講一講 然後輿論就可以去操弄 集會遊行的許可 我覺得這是你們很可惜 一開始應該要問清楚的東西 那這個利益有沒有存在 我覺得 但正方的例子現在是存在的 因為反方其實也沒有去主義 然後你們後來有用一些價值的渲染去渲染說 如果今天警察安全會怎麼樣 然後搭配一些你們認為說違法會怎麼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利益就是存在安全上 但是對我來講其實還是有一點點薄弱的 然後我覺得到後面比較 你們中段還不斷的在前面兩個東西上面反覆的爭執 那我覺得比較反覆爭執的東西 第一個是違法性的東西 你們後來到後面側受爭執的很多 什麼你們的違法性 其實你們雙方講的東西是 我自己心裡面想的是 我覺得是不同層次跟不同程度的違法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在想看有沒有聽出來 因為其實雙方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執意要去違法 那他會不會進行去報備跟許可 對不對 第一個是因為反方 我覺得反方的事件比較單純 可是他們認為說今天即便他要臥軌 他在那個申請表上面可能也會寫說 他的目的就是我今天要臥軌 因為我要抗議政府今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權力很好 很重點去指一個點是 那他今天違法他幹嘛要跟你說 所以雙方的東西就進到下一個程式來討論 是反方保有的第一是 反方認為第一個他今天的許可 就是警察有可能會在事前 就先發現他要做什麼事情 就把他符合做了 不讓他去做 然後你們不斷的講一個預備飯的單純 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你們認為說他今天是預備飯 所以他的這個東西的機會有行 就應該要被限制住 然後今天正方的想法是 反正每一下就讓他去做 反正我們警察就先在旁邊部署 那他會不會做 我還不知道 因為如果他真的做我來去抓他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個地方 對於預備飯的解釋其實是有一點奇怪的 因為其實預備飯要不要做 並不是他說他預備有這個想法 或他預備去做這個東西 他就叫做預備飯 真正的預備飯其實是在刑法裡面 法條他都有規定說 規定出來說 如果你這個做這件事情 有預備飯這件事情 會觸犯什麼樣的法律 然後要屬於什麼樣的刑法 其實在刑法上面其實都有明文規定 像縱火他是明文規定 那其實一般上的刑法是 他其實是不會去處罰 有那個想法的 或是他還沒有著手去做那件事情 就還沒有開始去做那件事情 但刑法上面其實是不處罰的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們雙方如果比較有這個觀念 建立起來的時候 其實到後面 其實政方應該要講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講警察爛權的東西 就可以扣回這個講 為什麼會這樣講 可是因為如果他今天只有一些想法 或他根本連做都還沒有去做 他只是在表現他言論自由 那他這時候就被你阻擋住了 那到底會不會以後有一種可能是 今天我只要看你不早 或我警察就覺得很麻煩 那我就隨便找一個人去通風報信說 我好像要他好像要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就要用預備飯去煮 他不管他今天可能不是 要坐在那邊抗議或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概念 你們要理清清楚是 有注意你們以後的討論 不然就會變成是雙方不斷在草索 那我已經知道他可能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到底要不要被抓起來 或到底要不要去阻絕他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代表都是可以用你們所想講的 是公共危險或其他的東西去阻絕 所以我覺得你們在這個地方的法律的概念 其實要比較清楚 那我覺得到後面其實在更後面論述的一個東西 就叫做是整個價值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你們其實你們正方到後面的東西 這個論點層次已經提高 是你們在提高的價值的東西 是你們認為說今天也許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險 是沒有關係的 是因為這個程度的危險 造成社會的動彈 都是我們在這個社會改革當中 我們必須要去承擔的風險 是你們最後所提升的價值 那我覺得反方到後面 其實有比較清醒的 開始想討論是 到底是今天建立新的社會價值 或是今天表意你的言論自由 或機會有錢自由的重要 還是保障人民的安全比較重要 因為你們到最後的想法是 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下 是如果今天沒有安全什麼都免談 因為你今天即便我要保障你的自由 我也是要維護其他人安全 或其他人不被侵擾的狀況之下 才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你們今天事情 其實講得很 很後面才出現這個概念 因為我覺得你們這個概念 其實沒有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講 其實你們雙方都不斷的 在舉一些比較抽象的例子 或其實不是實力的例子 是我覺得可能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但我認為如果這個狀況發生要怎麼樣 我覺得你們到後面其實要去探討 是直接探討說 你們認為今天自由應該是可以被折中的 你們再去舉一些實力 因為那種前面踩的比賽 他們就有舉出一些實力 像是比較直接的 是如果有學生在考試的時候 那個地方要有機會有點自由 那怎麼辦 那在正方的狀況之下 他可能就直接讓他去 那在你們的狀況之下 也許你們可以靠事前的許可制 去阻擋一些東西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講一些是 比較貼近大家實力的東西 去論述你們今天的 不清擾別人的自由 去做一個折中跟很難的狀況 我覺得你們是可以直接講 因為我覺得你們其實反抗的問題 是反抗其實有一點點不直接 就是你們講很多例子 或很多想法的時候 都是提到迂迴的 你們不會去直接舉出一些例子 因為像你們前面也一直不斷的 在跟正方真實說 警察會不會爛權這個問題 其實警察會不會爛權 或警察阻擋機 或尤其是用什麼樣的明目 或目的去阻擋 其實也都有資料指示說 其實他們可能是因為你表情人不清楚 或某些狀況之下去阻擋 並不是真的像正方所想講的一樣 說警察想要擋你就擋你 因為你們自己也有講 警惠有刑法 後面有回應說 只有在某些時候的某些狀況 之下才可以去不讓他用許可制 所以到底會不會爛權這件事很難講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做 應該是直接去詢問清楚 或直接去挑戰這個爛權到底 你的界定到底是在哪裡 對 那這是我決場比賽強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比賽的爭點 可是我自己覺得沒有很重要 可是你們的狀況其實花很長 一個時間在討論的事情 到底兩公約到底 到底在修改了集會遊行法之後 到底有沒有去符合兩公約這個東西 然後正方學弟們的說話 是你們認為今天有識字去解釋 大法官只能就申請的明目去做解釋 這件事情是合理的 你說大法官是怎麼這樣做一次 但他解釋的條文當中 到底有沒有觸及到兩公約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其實還是有討論的東西 我覺得反正也可以去講 因為這件事我就是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鼓勵地去看 其實這應該講得滿清楚 是說他對偶發性的機會 尤其他認為是可以的 但是對於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機會 尤其過去事前 你就知道是怎麼明目的 在於基於維護他人的利益之下 其實是可以有所去限制的 那這個搜索管你們兩公約講得 不侵害他人的自由 不就其實也請示到了嗎 那是不是有違反兩公約 其實還是有很大的討論中間 並不一定是像你們一樣 一口咬聽說內政會覺得怎麼樣 就怎麼樣 我覺得這反方還是可以說 花一點時間去討論 那在這邊給雙方一點建議 就是我覺得政上的全力 其實你們都很努力 要去跟反方討論 反方所提的東西 但是我的建議是說 如果遇到一些比較專業的名詞 是你們去聽不太懂的 那你們其實也不用硬要搶 搶用你們所有的知識 但是可能也不太清楚的東西去做 像一房信息啊或什麼 你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要做的事情應該是問清楚 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因為其實你們不知道 你像台胖也不一定會知道 你們不一定要傻傻地 花大量的時間去跟他解釋 或是你們可以 或是直接直觀一點問他說 對方沒有聽說 吃掉可以解釋這個東西 是不是像剛剛你解釋一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反方 解釋一些東西 他有很多時候 也沒有去提出一些東西 去演解釋 你們就不用傻傻地 花你們的時間 那我覺得給反方選妹的建議是 我覺得選妹你們其實 表現得都還不錯 只是你們遇到某一些問題 對方的爭點的時候 你們並不會直接跳到那個爭點去 跟對方討論 而是取一些比較迂迴的例子 旁敲射擊的去問他們 但是我覺得你們前面就是有討論到 你們就問他說 那高通病友的制度 如果沒有解釋清楚 跟安全性的問題怎麼辦之類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更直接去討論說 那高通病友如果今天改成 今天被途許可制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發生什麼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些問題是直接造成立體上的 安全的影響 或社會秩序的影響 你們可以直接講出來 你們認為擔憂的事情 去逼他進行討論 而不是問他說 有沒有可能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是震動 我就跟你說不會啊 那這種你們是不是 原本你們其實有想到 要怎麼樣去討論 那反而變成是說 你們花了比較多幾幾幾幾 可是卻沒有辦法 一真見起來問到底下的問題 就是我給你們雙方見 那基於就是今天基於說 其實監證放的東西 他的違法性的東西 其實在反方沒有進挑戰的狀況之下 其實有成立 然後基於警察爛成的東西 其實雖然說非常的薄弱 但是還是有成立 然後最後你們在整個 準意與價值的比較上面 我覺得反方比較違性的東西 是比較失敗的是 因為你們對於危險 會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危險 其實你們是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然後在正方不斷積極的去跟他們討論說 可能危險我們雙方都不會發現 因為反正你也不會講啊 或是第二個失縮 那即便我們也可以派警力去那邊維持啊 這些比較弱的攻防 加上他們不斷的去論述說 最後即使退一步來講 會不會產生社會秩序的危害或危險 也都是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他們後面有他們要保障 言論自由對整個社會 更大價值的利益衡量之下 我是將今天的論理分數 和比較多給正方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帶來搶下問我 然後這次我為了你們講 謝謝大家 謝謝學姐的獎評 最後我問你比較成績 首先聲明 評判單公布順序 台辦過次及獎序順序無關 第一張評判單正方米反方 84比76正方勝 第二張評判單正方米反方 188正方勝 一張評判單正方米反方 97比70正方勝 分方比大家有正方一看 如果我這幾雙方便是可以獲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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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